就這條馬路而已 七年死了十年 開車的司機在這裡幹什麼? 死亡彎國 鬼神 在上面塗了這麼大的氣質? 我現在用零擺 嘗試跟鬼神仰溝溝溝 我現在用零擺, 去吧 明明只有兩條瀑布, 沒有第三條 為什麼?那你當時在哪裡呢? 師父, 你不要跟我未婷婦說 他們不可以知道的 不好意思, 剛才是未來婆婆打過給你 我不小心接觸, 又不小心告訴她 玉 健鋒 玉 你怎麼樣?沒事吧? 好一點 被你嚇死了 今天就是你最愛做實習 我做你今天的司機 我做了什麼事, 以後, 麻煩你好好學習 但是我的反應又慢, 又沒有方向監 那就沒有資格做記者了 是… 不過師父, 謝謝你這三個月 這麼照顧我 我一定會請你喝茶 將來我有事、沒事都會打給你 你會聽我的電話嗎? 看看心情 你這個弟弟又來接你嗎? 其實我想問你很久了 你這個弟弟是不是有戀者情意結? 我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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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麻煩 你這個掃把, 會給我一天嗎? 不… 你自己壞就好了 把那些髒了, 把東西放回家 你, 麻煩 無意中看了網台節目101 你們都知道了 我的血掌印 不知道是不是鬼伸娘帶來的 我硬是不明白你 為什麼要對她這麼死心塌地? 她小時候就嚇死她爸爸媽媽 還幾乎害到你 媽媽, 可不可以不要再提起那件事嗎? 好, 以前的事不說 說現在, 你的叔叔被水鬼拔腳 你看到血掌印, 還有你啊, 你啊 無緣無故失蹤一個小時做什麼? 媽媽, 你不用擔心 我正在叫師父來看 太遲了 現在有血紅色的喜字浮上來 被你入門, 恐怕紅色變白色 這場婚事, 一於取笑, 取笑 我也不怕 嘴峰 我喜歡她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都一定要和她結婚 嘴峰…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放心 就算阿佑說走, 媽媽也不讓她走 聽到了沒有? 怎麼也阻礙不了她, 走吧 走吧, 回去吧… 老師姐, 老師姐, 老師姐 你聽不聽得出那家人的對話中 最關鍵的是什麼? 說就說, 不要你懶惰鼻子喝 最關鍵的就是他們沒有說出來的事 他們擺明說不說, 那個新郎哥 一看那件事, 所有人就自動自覺停了 然後, 隱藏的事, 被顯露變得更加重 所以… 那件事也要確定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但至少阿佑也知道十八年前 她的父母是有一場新騰騰的車禍 傷傷身亡 你早就知道的? 我從來沒想過阿佑是孤兒 我一直以來都以為她和我家人住 有個感情好過一個弟弟 誰知道原來是她的美婚夫 美婚夫? 兩死一箱? 車上有第三個人? 後座還有夫婦幫人託管的男童 剛車駛到新娘行路 和另一輛車相撞反車 夫婦送院後不治 後座男童一直陷入昏脈 這兒小孩就是大舊的未婚夫 有目擊者於事發後不苟 在新娘潭路接大美督附近 看到一輛右邊車燈、損毀 啡色的私家車高速離開 懷疑是攝氏的車輛 你只是拿了這日報紙? 那之後那些呢? 那個男生之後怎麼樣? 有沒有捉到那個邵氏司機? 只有當日報紙的覆蓋 之後就沒記憶著追蹤了 你怎麼做記者的? 這件事又不是我跟著的 報紙的就是這樣 全部玩職日才行的 自己查得更好 是這件事嗎? 民事保險索償 意外直接導致當事人腦部受損 影響認知、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 集中力下降, 智力削減, 屬永久成缺騰 所以媽媽把孫不幸進入玉树 幹什麼? 之前跟著這件事的記者還沒退休 我只是想想你 東叔是代表報館慈善基金 追蹤這件事 他還記得當年阿玉被送到保良局 之後隔了不久 有一個長住澳洲, 同副業務的哥哥 懷疑接阿玉回到那邊生活 阿玉去過澳洲? 阿玉一直在香港讀書, 沒離開過 就是說這個哥哥沒跟阿玉生活過 一會兒就把他交給其他人 就是姓白這家人? 既然他們覺得大革是不祥人 為什麼還要養他, 照顧他? 答案正是這家人一直想掩飾的物品 對, 在古代社會 窮人會把自己剛出生的嬰兒女 賣給那些有錢人 那些有錢人將嬰兒女養大之後 就會逼他跟家裡的男丁成親 作為識負 你意思是同樣識? 黃玉就是現代版同樣識 這家人將他公書教學養育成人 他們認為既然這個女孩 把他們的寶貝害成這樣 這個包袱就應該由他自己去承擔 這家玉也是, 讀這麼多孫 見過這麼多世面 還會任人擺佈?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反抗? 新娘談傳說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最常見的就是天災造成意外 但其實還有一個版本 花轎上的新娘含著女出嫁 停轎… 因為父母之命 被迫向一個不愛的人成親 所以他寧願跳入談志祭 這個版本的故事容易很明顯 是要批判過時的封建制度 你不是想說大舊姐頭發揮 想整個婚事 所以就假裝鬼傷人搞事嗎? 可能的 表面上聽聽話說 其實就靜靜地做了手腳 自導自演這個失蹤事件 大舊師母, 你這麼陰濕 我只是這群所有的可能性 可能不是黃玉, 但也不排除是他 還有, 其實我也不排除是你的 黃玉他有動機, 你也有動機 他不想嫁, 你好像也不想他嫁 我? 大膽假設之後就是小心求證 我會嘗試去解開消失的鬼手 和瀑布失蹤這兩個迷糰 如果你覺得你的肉是清白的 那你自己也去求證吧 有沒有掛念的採訪車? 當然有, 我掛念這個位置 掛念跟你一起跑新民 你是不是不捨得這份工作? 其實女人結婚不一定會在家裡 坐牢也要放風 你就嘗試跟你們吩咐說 叫她讓你繼續做吧 不行 不行, 我很早之前答應坐在家裡 我當記者是有一個限期 結婚了就有限期? 是兩個人的事, 關他家裡鬼事嗎? 其實你是不是有什麼苦衷? 還是你根本就不想結婚? 什麼苦衷?我怎麼會不想結婚? 不是, 你有什麼事? 你說出來, 你不用怕的 有什麼委屈, 立即跟師父說 師父幫你拆掉他 我很幸福, 我未封肥對我很好 他對你好, 就不會叫你放棄最喜歡的事 他是為你想, 就會尊重你的選擇 如果我喜歡一個人 我一定會明白他的感受 如果我你還沒吩咐 我不會看著你被人欺負都沒反應 我本身最大的責任就是令你開心 你說如果呢? 如果是真的呢? 劍豐… 被人手腕的傷口覺得很深 有大量的失血, 導致他現在昏迷 未來的四十八小時也很關鍵 所以我們在醫院觀察著他 你沒事, 爸爸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世界沒有如過 你是你, 我是我 你不是我未婚夫, 我也不是你未婚妻 那鬧鬼這件事, 你是不是怎麼樣? 如果過外婆繼續吵呢? 你也說過了,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無論是人還是鬼 怎麼反對都不會改變 我繼續如其做我的新娘 嫁給我應該要嫁的人 姐姐, 你搞多久? 我要脫隱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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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 進來吧, 沒鎖門 好 博蟹, 不卸妝就洗澡了, 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說我洗澡? 博蟹, 穿了一件運動服, 夠新穎 我只想站在受害人的角度 去看不一下, 幹什麼? 怎麼這麼漂亮呢? 這些是水映畫 那他們不會混在一起嗎? 因為顏料是油性, 水油是購買 這麼搞笑, 我就玩, 姐姐姐… 用油性筆寫在膠片上 都有同樣的效果 那就是說在水上出現血漬 你一點也不怕我 現在只剩下摸到, 但看不到的鬼手 還有在瀑布遇跌, 但又離奇消失 這兩個迷未破道 不行, 真的要洗澡, 走開 還不行, 等一會吧 你看看你, 眼鏡又不刪, 髒 隱形眼鏡在藥水上就會變隱形 折射率跟水幾乎一樣 搞定 姐姐, 你們那天是不是看見這樣? 為什麼你會寫血字? 你們說是看見血字的 是嗎? 阿勇… 阿勇… 阿勇 大師, 小心 怎麼會浮得這麼大的血字? 怎麼會浮得這麼大的血字? 阿勇, 我想找潘多拉教授的 那間房間 來吧 這麼大價錢叫我上來 是呀, 真是解開這些謎題最好 你這個人真的跟最高學府格格不入 我什麼? 你七年前跟現在差不多一樣 保持得不錯 怎麼了? 讚完了, 還不等我讚嗎? 有這個就爆了 好東西當然要留在最後了 你先說吧 一句到尾 阿勇就強行白見鋒了 觀音菩薩就阻礙他不住 他告訴你嗎? 還很肯定 所以他是清白的 這壇大龍鳳也不是他搞出來的 可能他騙你呢? 沒有 你怎麼知道? 一, 他很尊重我 二, 我知道他的性格 難道你用最直接的方法 真情流露地跟他表白, 說你喜歡他 要他改變主意, 跟你一起, 老和 真是嗎? 結果他就說他死也要嫁給未婚夫 就拒絕了你, 請你吃檸檬 說回重點好不好? 重點是…你真的很慘 遮瑕…你一尾遮瑕著我 就是你解不出一個迷子 大仙, 看看我 水上浮了這麼大的血汁 你把這段話給我聽, 幹什麼? 你閉上眼, 聽聽那些瀑布的聲音 是不是好像親歷其境一樣? 但是申政的事實 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那是怎麼樣? 就是說 這件事背後到底有什麼人 在這裡弄古做怪, 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 時間到了, 就可以了 大佳蓉 你好 Darley大師呢? 你全都死了其他人了吧? 我叫了劍鋒帶他們去喝茶 但是為什麼只有你們兩個? 你可以叫我Lala大師 但是你是民族學家嘛 你上次是嚇著我… 真人不勞上, 勞上非真人 對了, 血手印在哪一房? 那些血手印就是在我未分敷的房間出現 不用怕, 我才會在這裡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真的怎麼樣? 就是我要開始做法 你會影響我的做法 替我併合隔離房間 對不起, 拉姑 那我去隔離房回避一下 那我有什麼事要做? 你也要出去等我 順便幫我計時, 一分鐘 好 行了 再這樣?怎麼會這樣? 不用怕, 我再做法, 它就會消失 出來等我 真的沒有了? 那是不是那個鬼身爛逃走? 你這個傻女真的容易被人騙? 枉你是我的徒弟? 不是嗎?不是, 之前真的是這樣的 我知道, 我還知道怎麼弄 你跟我去隔離房間 我給你看些好東西吧 看看 那些血…血手嗎? 不是血手人 是膠甜 事先把膠片用魚絲傳給它 之後就留下尾巴 然後穿過這個窗子, 繞到這房間 在西方的時候用來拘捕 那邊的血掌刃就沒有了 就是… 那個鬼身爛沒有跟我回家嗎? 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鬼身爛 完全跟靈異無關 他也不是神棍助手 也不是你做淨化的 是來玩大踢爆的 膠貼做的血手人 赤海祖造成的血淡水 機關放出來的死魚 全部都是人為的 而你失蹤的事件 拐走你的也不是鬼 而是人 你閉上眼聽聽 是不是好像在瀑布那裡? 你說我聽到的瀑布聲是一段裸音嗎? 當時你被手機的響聲吵醒 但是你的藥力還沒散 所以你看不清楚周圍 你又摸到周圍濕濕濕 很自然就以為自己在瀑布之中 那其實我在什麼地方? 那天你被人救起之後 就出現了花粉敏感的症狀 是有點過敏性的反應 你平時有什麼是過敏的? 我…對花粉過敏之外, 沒其他 美景花店, 我要投訴 你花店的貨車在送貨的時候 撞花了那輛車 你問夠了沒有? 剛才你上來我就說得很清楚 都說那個日子和時段 司機放了假 那你就是說那輛貨車 在那個時候不是在送貨? 是呀 如果我沒猜錯 那時候你應該就在這輛 殘留了花粉的火車裡面 師父 勇哥, 你在哪裡? 我媽媽, 瀑布 而把昏迷了的你拖到馬路中間 製造了一個好像很離奇的現象一樣 但是其實那個第三個瀑布 只是一輛限制的花電火車 唯一無法預計的是你的花粉敏感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那間出古惡的房間應該就是你叔叔的房間 還有, 當然除了我之外 就只有叔叔六個水 是他最後的機會弄個造怪 是不是很詭異呢? 其實呢, 只要有這棵東西就可以了 我去美景花店辦投訴那時候買的 那些水晶泥真的完全不見了 人眼的構造跟相機一樣 為什麼會看到影像呢? 是因為光線透過物體再切射回視網磨度 相等於相機的感光元件 兩種物質的切射率如果相同的話 肉眼就分不出 就像水和水晶泥一樣 當水晶泥吸滿了水 在水裡面就會變成透明 摸到, 但是看不到 所以那隻鬼手就是水晶泥造的, 是嗎? 沒錯, 新郎的叔叔是幫開花店送貨 所以他知道水晶泥的特點 於是就訂造了一隻 用水晶泥特製的鬼手 而香港代理造型水晶泥的廠不多 所以很容易查到 八位明, 應該是你叔叔, 是嗎? 是啊 但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我估計他只是幫兇 主謀其實在我們面前曝露的身分 記不記得有人說過這句 現在有血紅色的喜字浮上來 讓你入門, 隨時紅色變白色 是嗎? 那天電台聲音直播 只是說到有血字浮上來 並沒有提過是喜字 而那個老人家又不在現場 他又怎知道現場發生的事呢? 我相信他就是主謀 而他這樣做就是想阻止你入門 我一直都知道媽媽不喜歡我 我沒想過他這麼討厭我 他為了趕走我 竟然嫁上叔叔 到了這個時候, 你還堅持要嫁? 是 劍鋒一天想娶我, 我一直都會嫁 你覺得車禍是你造成 你未婚夫的後遺症也是你造成 就是因為內疚和責任感 所以你一定要嫁 劍鋒和伯母真的對我很好 劍鋒小時候是支休生 但他們一家人本身很幸福 是我, 是我害了他們 難得他們沒有嫌棄我 他們收留我, 養大我 這個就是我唯一的家 我的家, 他們是我家人 如果我不嫁的話 我就連這個家也沒有了 你不要讓表面的事蒙蔽了 事情根本沒有你想像之中那麼美好 現代人追求的是自由戀愛婚姻自主 他們只當你是同樣認識 他們是用恩情和罪舊感去綁住你 讓你走不了而已 說到底 就是南方怕兒子有隱疾 怕他娶不到老婆, 把你當媳婦一樣 阿玉, 你醒醒吧 你不是想要一輩子被人控制嗎? 夠了, 師父 很感謝你們去幫我解開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兩個是朋友的話 我很希望你們祝福我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走了 他們很快回來的 我和她解釋得這麼清楚, 還要把她投進去 真聰明 要嫁人的是她, 她自己也不反抗 局外人又很難介入 你就是局外人? 你最多是她師父 她無父無母, 師父是罪親的 但事實是你這個師父 揮不下她那份罪夠感嘛 罪什麼夠什麼感呢? 這件事與她無關的 真正的罪人 是Hit and Run過人渣司機的 我現在回去就掛個司機出來 讓她背上罪, 還大救了一個自由 好, 你好 駱Sir, 有位記者找你 謝謝 駱Sir, 你好 駱Sir, 我們在電話裡提過 我先指聲明 我看見跟你們贊報文化版的關係好 我才一直享受你們 但我說完這次不會再說了 收到…很快而已 我先做錄金 請問駱Sir可否說一說 當時你目擊這個攝氏車輛逃走的 有一個詳細情況? 我跟那個記者妹說了很多次 當晚我到車排的位置 突然有一輛車頭爛了的車 在我後面極速飛過 車是啡色的 而車牌我肯定是BB5223 但是警方說查不到這輛車的登記 那人家也說可能是飛車 飛車當然是用假車牌的 怎麼這麼奇怪 是, 但是… 你不要再跟我說了 我要說的話就說了 你不要妨礙我創作好不好? 行… 我等你回覆壞之後再做訪問 慢慢… 駱Sir, 你的畫用色是挺特別的 不懂畫的人還以為你是戀友 你說夠了嗎?你煩不煩?你懂什麼? 誰說天吊藍色?誰說樹一吊綠色 誰說花一吊紅色? 駱Sir, 駱Sir, 駱Sir向來的作品 都是以色彩破格大膽為主稱的 這是她的個人風格 很多人想學都學不到的 你跟她說這麼多幹嘛? 你認識鐵嗎?你這個人這麼粗俗的 我叫粗俗嗎?你煩不煩, 你耽誤我創作 你鬥粗俗我可以跟你粗俗你 開始到年尾, 鬧鬼的傳聞多了很多 主要都是關於新良潭的死亡灣角 同一年, 同一個月? 幹什麼? 你想想, 如果你是邵氏司機 你撞死了人 你不想讓人知道你會怎麼做? 潛逃海外, 又或者改頭會面 隱性埋名? 還有一個更加省水省力的方法 就是利用傳說 刻意散佈鬼谷去模糊焦點 令所有人相信所有事都是因為有鬼 那就是說那派多鬼谷並不是真的有鬼 而是有人刻意打電話上電台 甚至乎去報館報料 就是那個司機? 所有事都是他作出來? 我相信真相就是這樣 但是事隔了這麼多年 要找到誰的報料不容易 兇手就逍遙翻改 看來這個現代同樣色 就要背著一輩子的罪舊感 駕入門了 很開心, 乾杯 謝謝, 乾杯 很開心, 乾杯 很英俊 不要生一份子了 好, 轉一會兒… 快點 明天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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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他在心裡 雙冷冬好針已經包紮好了 待會兒可以去見醫生 我要見我還沒吩咐 小姐… 你還來幹什麼? 伯母 不要叫我, 一天都是我不好 劍府一次又一次, 為了你重傷入醫院 我一早就應該聽媽媽說 你是不祥人 嚇死自己父母, 現在還害我兒子 你滾, 我以後都不想見到你, 滾 爸爸…我們滾下 小朋友腦部嚴重受瘡 可能會造成永久的癱瘓 希望你做好心理準備 對不起, 劍府 阿玉 阿玉 你沒事吧? 聽說你們在新娘探出事了 幸好是皮外傷的 你還沒吩咐她沒事吧? 她還沒吩咐? 不如我先送你回家休息一下吧 你覺得我還要回家嗎? 伯母說我是不祥人 我是 不是, 是我害到劍峰中的 什麼不祥人?她瘋了, 只是意外而已 行了 我會在這兒等劍峰醒 我想她醒來第一個見到的就是我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醒 夠了 總之我還要在這兒等 我等到…等多久都可以 我要…我要她見到我 我不可以走 要不然她有什麼事的話 我…我會這輩子都不安心 你這樣 我更加不可以留你一個人在 你別在這兒 對不起 你…你給我一個人安靜, 謝謝 警官, 什麼事? 我來吧 意外, 不運氣 車太老化, 白老太 謝謝 意外, 那倒是 光媽, 就算你多不想我祥人魂也好 都不會找自己有孫子的命來交票 難道我祥的命真的生得那麼差? 錯 你經常都還錯了 錯的是我 我一直都覺得很不妥 原來我忽略了一點 如果她單單想阻止她結婚 是不需要用到那麼多暴力的 馬上說我們之前一直猜錯了 殺機一直都存在 你也覺得這宗車禍不是意外? 如果不是媽媽做的 到底誰會這麼忙死動手殺人呢? 大家好, 我是Darleswami 很感謝一位熱心的朋友報料 大家還記得 在新娘談失蹤那段時間的新娘嗎? 今天就是正正式式她結婚的大好日子 誰知道 她花車經過這個新娘談死亡灣角的時候 就出事了 不要緊, 這條路有邪 我幫人有邪, 真是很邪 死亡灣角 經常性很多靈異的事件 而這段路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 這次的意外是非常離奇和靈異的 而據知傷者也是危台之中 不知道這段路會不會再增添亡魂呢? 你這條死神棍整個在煙壞 你放在上面, 說這些迷信 我把你的臉承認了, 我把你的臉承認了 我明白了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傳說 但是一切不是偶然 兇手是一心一意從事故的 兇手做這麼多事 都是想模糊過視線 但是我已經看清楚她的怨念了 阿玉呢?她在哪裡? 她差點害死你 這次你幸運, 大埔纏過而已 這個女人, 我不會再讓她 進入我們家裡半步了 今天很有名的網台節目101 就是說玉哥幾宗新娘談貴兒事件 說她有多不詳 大家好 不信?你自己看看吧 這集的節目內容 是解構新娘談死亡灣角之迷 如果大家準備好心跳解構 血壓上升的話 就邀請我們今天的嘉賓主持 潘光合致 好, 歡迎 怎麼是她? 你不是說… 我也是做大約好 你不相信這些事情嗎? 我也是做大約好 你看看女人就知道了 這個不詳的新娘 好像一出生就為身邊人帶來握運 小時候父母就已經還死在新娘談死亡灣角 直到今天這個惡控都還沒完 身為新娘子的她, 竟然被一隻鬼新娘不斷纏繞 鬼問腳, 血搜人, 十臂失蹤 留她在這裡, 必定劫術難途 你聽到了 博士都說這個死靜總是禍根 真的, 所有事情都是她招惹回來的 但我剛才所說的, 統統都不在事實 發生在新娘身上的怪事 全部都是人為 整件事是涉及十八年前新娘談論 一中導致一對夫婦身亡 一個男童重傷的車禍 廣道都離開了, 別看了 餵住 我想看 聽不到什麼, 說的是劍豐單車禍 十八年前的車禍發生之後 司機不顧而去 雖然也有目擊者提供消息 指向是一輛車牌BB5223的啡色房車 但是警方到現在仍然還沒找到 因為這輛車根本不存在 很邪惡 角色各眼的鬼故事就是這樣流出來的 再加上, 報紙、雜誌和電台不斷圈驗 令所有人相信這件案件就是鬼魂作迅 鬼你們就懂得害怕 但是那個令整家人陰陽相隔的司機 大家就可以隨便放過 這十八年來 唯一一個沒放棄追尋真相的人 就只有一個 她就是車禍死者的女兒 也是今天出嫁的新娘 她用盡辦法 甚至每年都去拜訪當年目擊的證人 希望可以得到消息 可惜, 個不顧而去的司機 直到今時今日都仍然逍遙法外 盲點就是在目擊者的證供裡面 她一直堅持當日攝氏的車是啡色的 但是她沒有承認自己是一個釋藥者的事實 所謂畫家的獨特風格 只不過是因為他分不清紅色和綠色 但是他為了保住自己的聲譽 他沒有向警方說出這個事實 駱駛Sir, 你的畫用色是挺特別的 不懂畫的人還以為你是亂遊 紅綠色藥的目擊者 當日不僅把紅色的車看成啡色的車 他蒙蒙濃濃之間 還將倒後鏡裡面的車牌照顧 口供裡面所說的BB5223 其實應該是ES5288 這輛車不是我的嗎?老婆 當時你跟我說那輛車被人偷了 偉明剛剛考到車牌 還整天是我借車開的 是這輛車 真相就這樣埋藏了這麼多年 連新娘子也要結婚了 但是在她結婚前夕 一個決定幫她找出真相的男人 她無意中發現畫家是用錯色的 你說什麼色彩破格大膽? 是嗎?你今天就認識藥 還問你幹嘛? 我也猜到你上次識穿了我的 那我就發訊息給你的記者妹同事 說如果你們肯守秘密 我肯去警署改口供 是他回覆我說不用的 林Sir, 不要發訊息給我 有人幫你收了, 還幫你回覆 是鵝Sir告訴我 這個人看鵝Sir發表你的發訊息 知道沒有激情要改口供 所以就無理名義 發訊息鵝Sir, 阻止他改口供 這次攝氏司機就阻止目擊證人改口供 但是經過這件事之後 他又發覺 如果要永遠地埋藏真相 最好的方法就是令到當年 案件中僅存的受害者永遠消失 於是他就重屍顧忌 製造了新涼潭死亡彎角的交通意外 之後交通部深入調查 發現車輪是有被人戒過的痕跡 爆胎、失控, 全部都是有為 好像說有人在結婚之前一晚 可以拿一塊遮症 是阿叔 這位司機跟當年一樣 都想透過媒體去發放鬼故事 來圈染整件事 不過當年的雜誌和電台 是很難查出投稿者的 但是, 今時今日的網台 所有事情都是有跡可尋的 很感謝這位投稿者 我們這次這個直播是為你而做的 百惠明 百惠明 婆婆, 你早就知道的 是, 這麼多年來, 是我包庇她 當時的車禍, 我以為是一場意外 這次意外, 死了兩個人 又毀了我的孫子 就算我說出來, 毀明也要坐牢 他到底是我們的兒子 我想給他一個機會改過 那我就答應替他保守這個秘密 阿龍, 我真的想不到你這個臭小子 是全心殺人 不是 高, 你是親自, 你沒有人性 你這個臭小子, 你有沒有搞瘋 你有沒有搞瘋, 你給我… 你這個臭小子, 到現在還要我幫你 我當年就是太顧惜你 你這次是全心害阿健鋒和阿玉 她已經把你撐餓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